吸烟是有害健康 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 那公共场所禁烟 这个大家也是都知道 只是可能很多人对这项规定不以为然 不过在资传看到禁烟标志以后 烟民们可就得多注意了 资传消防大队的巡查人员 对服装城进行消防检查时 发现了两名市民正在大厅里抽烟 消防队员对两名市民进行了控制 这一问才知道 这两人还是资传服装城的业户 随后消防队员将二人移交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根据消防法的相关规定 在具有较大火灾隐患的公共场所 是禁止吸烟的 如果违反规定 将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5日以下拘留 据消防队工作人员介绍 虽然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标语随处可见 但抱有侥幸心理的人 还是大有人在 什么 respective 呢 当本当呢 讲就是 OK 不要 失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你小胥 谢谢 谢谢 是 自己能吃辣椒哦